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行了 行为修了 那么没有具体的功夫 就我刚才讲的没有法 没有专门修法 等于是就地站着 没有办法前进 有功无行呢 就等于没有脚的 就是说有了功夫了 我们的行为又不相应 又不能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行为去做 就等于一个人没有脚 同样走不到彼岸 走不到解脱的目的地 这里打一个比喻 我曾说过金刚法中最高的法 有一种幻体修法 也就是说在没有成就之前 把神识转换出来 在无物质的状况里面修虚幻 这时候神识对观自身肉体假象 就能真实体会和实证四大皆空的真正意义了 神识无阻隔 所以当下就能真正见证到空幻的假象 色空不二的般若之理 如果不懂法 只懂理论 任凭你怎么观 那神识也是在自身肉皮里面包着的 一秒钟也没有冲出过体外 晚上睡觉做梦 也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幻想的 实际是没有出来的 这就叫凡夫 但是神识出了体 能观四大的假象幻无虚有 实际也是不一定见到般若真谛的 在法性真如的实相中 神识也是幻有之生柱易灭无常性的 只能说修幻体的法是很高的大法了 但同样离不开修行 还是回过来说修行 只修加行不修正行 如人无脚不能行走一步 不能走到目的地 只修正行不修加行 不能走到目的地 就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故单修一一名假修 所以单修一项也叫假修 因此平常的行为跟法两个都得要 缺一是不可的 假修是不得收益的 修法就没有用处 那么什么叫真修呢 同学们 真修啊 真修者建立于决心学佛 在出离心 无常境界的基础上 决心学佛 坚守戒律 永恒不生退毁 永远不退毁 于世间法中出世法见 就是处理一切事情 一切事物 日常工作 做事说话 都是照佛法的行为去做的 在般若的见上 也是照佛的说法开示去彻悟 去体证的 三叶身 口 意 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照加行复之实践的 而不是虚作的 在坐上时 身心俱作 持咒时 心口同持 在坐上的时候 身跟心都得要做 念咒的时候 心跟口同时要相应统一 修观时 意随文入 修观的时候 我们的意境要随其文字的般若境界 就是所阐述的法义仪轨 要你观金刚像有三头八臂 前边的头蓝色 后边的头红色 左边的头绿色 喉管有什么字 指头有多长 就是意随文入 我是举个例子啊 观观音菩萨又怎样观 那么观音菩萨眉间也有白豪 又是如何的庄严 大悲之眼如似大海 等等等等 这就叫仪轨中的一部分 那么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仪轨 至于这个仪轨 同学们 你们各有各的修持仪轨了 就是要意随文入 等到你修到熟悉的时候 就不需要法本仪轨了 自然铭记于心了 观颂合一 自然静置一体了 念佛的时候 比如修净土宗 要不离佛像 或者是不离观想的声音 三叶打成一片 深口意都要打成一片 不要口念心散 不要心散口念 或者是意识天南海北 思想另外的事情 最怕的是修法的时候被牵牛鼻子 什么叫牵牛鼻子呢 比如念佛 观佛像一心不乱是目的 但是往往在观佛像的同时 会由该佛像而生出另外的意境 明明在观想佛如何庄严 却由这个庄严而生变佛像的颜色 由颜色生变深浅 乃至牵食到是什么地方造的佛像 什么寺庙的佛像好看 是什么样的形态 什么庙有什么菩萨 平常庙上是什么气氛 香火怎么样 你有什么时候去过 与什么人一起去的 这人又怎么样了 他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业务做得怎么样 他的产品如何 这时候已经没有观佛像了 总而言之脱离了所观主体 已经是妄想散乱 进入毫无关系的地步 乃至带到昏散的莫名其妙的妄想中 而且每一次的妄想都不一样 是千变万化的 连语言都无法讲出来的 总之离开所观就叫牵牛鼻子 无论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境界 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身上 都是牵牛鼻子 因为脱离了能观和所观的主题 已经不在功课上了 这就已经落入黑帐中了 没有统一 必须要始终如一 才是做真修 也就是说 修行必须要真修 才能得受用 才能得解脱 真修呢 就能相应 相应就是得到具体的效果 才能转换因果 才能领悟自证般若的真如 因此般若的道理 就是要以修行去才能证到 只是空里是证不到的 在这里 我祝愿在座的一切同学 凡是今后听到 我今所说般若无上大法的同学 都得大利益 息皆得大解脱 也祝愿一切见到我的众生 听到我借心经说法的众生 得大解脱 得无碍之解脱 今所说法一切功德 普现次第回向 那么 我这一次 借心经说真地的功德 全部普现作为次第性的 回向给一切友情 一切法界的众生 一切诸菩萨 一切护法圣神 天龙八部 包括人非人等 西皆回向 法界诸所有情 硬气得大受用 让他们根据根气的大小 三叶相应的深浅程度 而受我的法义 得到受用 依法三叶证果 登地 终归般若原名 依照法义 以三叶去证得果实 终归最后圆满般若地道 限量大缘无碍 一位至高鼎盛 彻底正到解脱 彻底正到最后的 无上正等正觉的位子 我这一次给同学们说的 所有法 为人类众生和人非人等众生 所说的法 我对同学们 没有任何贪图 唯一的一条 只希望你们 真正的 认真的 依照我说的法义 去行持 不希望你们 给上师做供养 给上师钱 给上师水果 给上师一切 衣物器具 古丸等等 我不愿意收你们的东西 我要收你们的 依法行持三叶的心 忠诚诸佛菩萨 真心修持的心形 你们把心形 供养给佛菩萨 就是对上师 最大的尊重 今天终于把 戒心经说真地 这一大法行修完成了 这是我说的一部大法 不是心经讲义 只要你们今后 闻听我讲的这法音 或攻读我的法音 抄录下来出成的 戒心经说真地 这部宝书 而你们能按照 说法行修去做 我保证你们今生 福慧圆满 成就解脱 但是这里